YoYo我是魯特 今天 我們準備和艾爾 從南投埔里出發 經過舞界 取冰 松林 來去一個新手友善的靈道祕境放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I adore me Oh so cruel Oh so cruel Adore me Adore me Go on now Adore me Adore me Adore me 上次在一摩多舉辦的領導硬耐力之神Javis的見面會中 我們遇到了艾爾 那一次在真正跟他聊天之後 發現他對於領導越野也很有興趣 所以當下馬上救救他到南投騎車 這一趟主要是想要讓他可以輕鬆的享受領導騎乘 可以騎得有成就感的同時 又讓他覺得刺激 所以最後選定了今天的目的地 一條有大井 有聊K 有沖坡 又能非常去有的地方 而在今天的影片中 原諒魯特不會把這個地點說出來 不過如果你還是想要知道的話 可以在看完影片之後 私訊我的IG還有臉書 我會再告訴你 確定了行程之後 接下來就是車輛和裝備 先來說說車輛好了 燒胎燒胎 有啦 他那個腳墊得到 接給愛爾騎的這台是那個降座高的 所以 他其實腳墊得到 降座高好像降了快6公分 還是3公分吧 坐在上面的時候 你腳碰到地板 那個感覺會提升非常多 所以新手也可以很好家喻 然後加上我們今天騎 要帶他騎的路呢 其實也不會到說真的 我們平常去的那種 寫流程盒的路線 今天是簡單的路線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玩得很開心 我發現 在很多朋友想要嘗試 林道御野的過程中 姑且不論去騎的林道的難度 到底是簡單 還是會血流成河的 最常聽到的一個問題 大概就是跨上車了之後 坐高太高 腳踏不到地 不要說林道了 可能連公路 停紅綠燈腳要放下來 都有問題 相信我 這一點 對於身為烏烏生的我呢 也是非常有感觸啦 所以今天 給艾爾騎的這台阿福直接降了座高 讓他在林道裡面遇到坑洞 也能雙腳安穩地踩在地面上 感受到滿滿的安全感 試完車接下來就輪到了裝備 雖然說今天的路線是非常去油的新手友善路線 但是騎乘林道嘛 倒車還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裝備的部分也讓艾爾穿上了護膝、護肘 以及帽套還有越野帽 讓他倒車的時候 也可以摔得更安全 而除了硬式的護具之外 因為我前兩套車衣和車庫 在經歷了無數次的摔爆之後 也破得了亂七八糟了 所以這趟我也換上了 從Clim總代理 颱風布品那邊購買的 Clim車衣車庫 終於啊 這整身看起來比較像人了 搞定了裝備 接著我們也準備展開今天的行程了 出發之後 我們首先騎在頭七香道上 這條香道 相信大家就不是那麼陌生了 之前不管是到五界露營 還是去著色林道 五界限天 這條算是必經之路啦 而今天早上在出發前 其實埔里下了一場大雨 不過幸好 我的威力沒有百分之百的發揮出來 所以在出發前一個小時 雨停了 不過在太陽照不到的路段上 可以看到柏油路還是濕的 所以自然也就騎了比較小心 經過每次騎到這 路面永遠都是濕的著色隧道 我們也來到了熟悉的五界部落 這一次我們沒有在部落停留 而是在經過部落之後 繼續往下騎 經過新五界橋 準備接到這一條 我已經不知道幾年沒有騎的 頭八三香道 進入頭八三香道前 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到頭七一 五界產業道路的路幅 逐漸變得狹窄 甚至窄到有時候你會懷疑自己 到底是不是騎錯路啦 尤其是這裡沒有任何路標 不過慶幸的是 從平整的路面上來看 這一段路 應該是最近有重新鋪平過 因為在我的印象中 好像是應該要更顛簸一點才對 而經過了這一段路之後 我們也迎來了 新五界隧道 和剛剛經過的著色隧道一樣 新五界隧道路面的積水 在隧道口就提醒著你 我很濕 小心旗 整個隧道沒有一處是乾的 隧道中也有很多爛泥水坑 而這個隧道其實也算是一個多災多難的隧道 直到去年年底 這條隧道還因為土石崩塌的關係 連隧道的洞口都還深埋在土石堆裡 而這樣崩塌的情形 其實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目前在清理完土石堆之後 隧道的出口也正在修建明隧道 雖然明隧道還沒有修建完 但是走的這條爛泥路 還是很有趣的啦 除了新五界隧道 我們也算是從頭七一鄉到五界產業道路 來到了萬豐村 而這裡 有個讓我覺得特別唯美的名字 曲冰 頭八三鄉到又稱作清風產業道路 全長大約25公里 連接五界部落到五社 在經過五界之後 從這裡開始 就算得上是深山裡的深山了 目前因為大部分的車輛 都會選擇走台14線 所以這條產業道路 騎乘起來 沒車沒人 只有看不完的溪谷風景 真的很舒服 整條產業道路沿著佐水溪 右岸的台地 呈南北走向 平均海拔大概在900公尺左右 很剛好的 這裡也是泰雅族與布農族 獵場的交界地 以曲冰部落為界 再往北就是泰雅族的地盤了 所以在到了曲冰部落 從路旁的街景 你可以看到 大量含有布農族特色的菱形圖騰 分別出現在道路的左右邊 以及橋上 而如果你騎到了這邊 千萬不要忘了 在這裡花一點時間 好好欣賞一下 這一大片佐水溪流域 路邊 還可以直接看到壯麗的 曲冰峽谷 直接從頭巴山香道往曲冰峽谷看 景色真的非常的壯闊 尤其是曲冰峽谷這個名字 感覺就好像是什麼冰河時期留下來的峽谷一樣 而一想到 這裡也只是我們今天經過的其中一個點 對於接下來可以看到的景色 也就更加期待了 欣賞完曲冰峽谷 我們繼續啟程 經過曲冰部落之後 我們也從布農族部落 來到了泰雅族部落 而第一個迎接我們的部落 則是 松林部落 這一趟因為我是騎第一個 所以這個走錯路的傳統 好像也見怪不怪了啦 所以是這裡嗎 不是 是正面 可是我們剛剛沒走什麼路 你看我已經變這樣了 喔 其實 哇 還沒有吸就倒了 沒關係 老闆老闆老闆斷了 老闆老闆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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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的別巴 我們在這邊斷拉桿 我們現在在這麼平衡 沒有啦 他這個 我們剛才停車 他這個車速太長了 他會往這邊倒 我拆我那隻給你好了 哈哈哈哈 我們還沒有進去就要修車了 我削到手 恭喜你解鎖成就 我削到手一直在發抖 傻眼 沒有 可是要幫他講一下 這不是他的問題 對 這不是他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才停好的時候 他是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獲得了一點多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謝謝愛兒 哈哈哈哈 這一集來拍一下老闆的憂愁 傻眼老闆 欸這一集才可以拍得出你的專業 解鎖用腳煞騎車騎完全程 要鬆一點 好吧 貪污你們的時間了 怎麼樣 專業了 要跟專業的出來 像如果那個拉桿剛才斷掉啊 我應該是不會修 哈哈哈哈 我們應該直接拖下山 現在呢 繼續出發 在我帶錯路的助攻下 恭喜愛兒解鎖 還沒進林道 就斷拉桿的成就 剛好也趁這個機會 回答一下很多觀眾 對於林道騎乘的疑惑 開放帶團到現在 私訊報名林道團的朋友中 魯特遇到最多的問題 大概就是 騎林道如果把車摔壞了怎麼辦 這個問題相信大家一定是最擔心的啦 而其實因為老闆和我 平常就有在騎乘越野車 所以其實當然也知道 林道越野 本來就會有導車的風險 應該不是說風險啦 而是一定會發生的一件事 同時我比較想帶給大家的那種感覺 是讓大家騎得有成就感 同時感到刺激 開心的 所以速度 通常也不會真的矛起來 整路90、100那樣騎啊 所以基本上 只要在帶團的速度內導車 車子 都不會有車損的狀況啦 那種感覺 就像是現在的原地導車一樣 而目前已經有幾團觀眾 去騎乘林道的時候也有導車 摔下去之後 確定人沒事 也是把車扶起來繼續騎 車子 沒那麼容易壞啦 就算斷拉桿了 我們還有專業的老闆 現場修復 而頭巴山在經過了松林部落之後 路況會開始變得稍微糟糕一些 可以看到大片的水坑 爛泥 以及被土石沖毀的護欄 不過幸好這一段路 也大概只有200公尺不到 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 過了之後 就是平坦的柏油路面了 經過了松林部落之後 今天我們的公路行程 也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 大約騎了一個半小時的公路 接下來我們從公路上下切西床 準備迎接我們的飛撲樁路面 可能是早上的大雨 所以路面上全部都是爛泥 蠻刺激的啦 而再來到了西床之後 接下來就是我們最喜歡的飛撲樁路面了 這一陣子其實我們騎了很多像是今天的溪谷 我覺得這種溪谷騎起來 比起之前去的林道 更有那種自由的感覺 林道裡面因為就只有一條路 路基也都非常的明確 要繼續往下走 我們就必須照著路基走 而這種峽谷 騎成起來 雖然也有很多被車輛壓平的路基 但是因為路幅夠大 所以我可以照我自己想騎的路線 隨心所欲的亂騎 越野嘛 沒有一定要走哪一條路 只要能到的了的路 就是一條好路 相信艾爾當天 應該也感受到了這一點啦 當天在下西床的時候我就發現 欸 艾爾好像也蠻有越野的潛力的 騎得比我想像中還要好很多欸 順順的順順的就好 其實我們一開始還蠻擔心 會不會今天的路段對他來說 有點太hardcore 不過依照這樣的情勢下去 我覺得完全不是問題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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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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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晚上贏了啦 哈哈哈哈哈哈 蹲蹲踩就好了 蹲蹲踩就好了 蹲蹲慢慢蹲蹲下去就好了 蹲蹲慢慢的 可以 哈哈哈哈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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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條土路上我們騎得非常放鬆 再經過了大概15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預定的目的地 這裡被樹林包圍 因為曾經有發生土石流的關係 把溪床整整墊高了不到幾公尺 所以在這裡的樹木 你可以看到只露出樹幹一半以上的高度 感覺我們伸手就可以直接碰到樹梢了 同時雖然時間是冬天了 但是不管是樹上還是地上 你都能看到轉紅的落葉遍佈整個山谷 真的很特別啦 而我們就打算在這片樹林裡 泡泡麵還有咖啡 相信我在這種地方就算是只有吃泡麵 你也會覺得 自己就像身處在米其林餐廳一樣 真的很趣喔啦 在這邊還遇到了幾位同樣也來騎車的觀眾 而他們騎的路線則是從這個樹林更深入 其實這邊魯特之前來探路的時候也有騎得更深入啦 不過因為在往裡面 這個石頭就會變得越來越大顆 然後路況會越來越不去喔 加上當天的時間比較不夠 所以今天 我們就帶艾兒到樹林這邊 在樹林這裡 其實就真的已經很好拍了啦 同時 如果是剛接觸林道的朋友 一定也可以玩得非常開心了 而在往下的路 我就簡單 讓大家看一下畫面就好 看見有時候 那時候就在一起畫面 這時候就覺得 在這裡還要探路 是要探路 對 是要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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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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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樹林 在這邊吃完泡麵 喝完咖啡之後 艾爾已經迫不及待去重坡了 在這裡除了有一整片的樹林之外 還有這個大概半層樓高的坡 在這裡度過了一個美好的下午之後 我們也準備接著回程 因為晚上我們還幫艾爾準備了一頓 取油到爆的樹林石頭火鍋 所以趁著天色還沒有暗 我們也跨上車準備回程了 艾爾你等下上去的時候油門要Hold著喔 不要回油 對 順勢的補就好了 對順勢的補 不要回油 一檔 一檔 他比我想像中厲害耶 對啊 回程的路線 我們照著來的時候的路線 原路往回騎 路上還跟部落裡的小朋友揮手說掰掰 最後再騎了將近兩個小時吧 我們回到了埔里 準備來刻個艾爾專屬的樹林火鍋 各位我們現在回到了這個麒麟山莊了 我們今天騎 今天騎的里程蠻長的 因為我們從埔里繞過了五屆 然後從五屆呢 又一路經過取冰 對艾爾他們來說啦 可能會有點累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了這個石頭火鍋 非常特別的人來 我們才有的待遇啊 那現在呢就等他們下來 Go Go 騎完車冷冷的天來個石頭火鍋 接著再喝個秘魯 很想跟大家完整的形容這種感覺 不過毫不意外的 吃著吃著吃到最後 我果不其然 又直接倒地了 有這次體驗好嗎 我覺得很棒 很棒 你應該覺得這次的路線 對你來說不是太大的困難 對 就是可以應付的 可以應付 但是同時又有刺激 上下坡的那種 斗坡的時候有刺激到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想說 還是要給大家 就是依照大家的能力 不想要玩到那麼硬的話 對 不想受傷的話 對 不想要受... 也不會受傷啦 不想要受傷的話 我們當然也有簡單的路線 很輕鬆的路線 然後可是你想要刺激 或是想要柏油路 山路都有 對 然後又有小小的摔下去 又有小小的摔下去 這樣子 對好 這次玩得開心就好 很開心你這次可以來 希望下次艾爾可以再過來好不好 下次見 對 下次見 Go 而這一次和艾爾騎車路線的規劃 其實我蠻刻意的 把越野的路段減少 行程也沒有安排什麼停留點 算是蠻隨性的啦 所以這趟騎時公路 我們騎的比土路還要多很多 不過也因為公路上都是西谷的大景 所以騎的還算是很愜意 偶爾這種放鬆騎車 不打打殺殺也不錯啦 你也不怕到了樹林的時候沒事做 因為周圍的風景 實在是太美了 甚至 這樣的路線 我覺得就算是完全沒有騎過林道的朋友 來到這裡 應該也可以騎得非常的開心 路況簡單 路幅超級寬敞 很開心這次可以跟艾爾一起騎車 看他玩得很開心 其實以我們帶他去的角度來看 我們自己也非常有成就感 期待 下次還可以再跟他一起騎車 I came to the party I laughed I laughed at the jokes you made I wish that'd I hadn't cause now the joke's on me I didn't come here just so I could watch you make a mess I didn't come here to ugly cry in my favorite dress So what were you thinking then when you kissed your lips? Now I'm kinda glad you did Cause now you Adore me Adore me Go right now Adore me Adore me Oh, so cruel Adore me Adore me Go right now Adore me Adore me Adore me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